上回咱们说到群雄聚会七星山 雪占西山口 老霞西方霞渔城渔洞海 长着陆林败类 董家无虎 这下就激怒了竹节岭二寨主 卷毛相司马静如 司马静如过去跟于老霞动手 老霞可让了他三招 这司马静如是得寸进尺 狄四招就到了 于老霞纵残眉争虎目 凝身观瞧 稍微望上一跨这左部 右手一压司马静如的右臂 这司马静如再想撤回去 那哪儿撑 老霞可乌龙探着 左手掌挂着风声 砰 这下 正打在司马静如的胸口上 咱们前边可说过呀 西方霞渔城当年在铁山寺月台上 掌打纪元 那纪元和尚内力充沛 骨硬如钢 都被老霞可打得吐了血了 何况司马静如啊 其实老霞渔城 打这司马静如就用了一成力 嘿 这老道可就受不了了 哎呦 哭通一声 摔出一条去 就如同倒了半面山墙相仿 给打闷了 当时这老道就避过气去了 七星山的楼楼兵赶紧过来 一边一个把这老道掺起来 这一通溜啊 溜了半天 哎呀 司马静如才缓过气来 我两父 前辈手下留情 贫道明知肺腑 他明白 老侠客就用了一点劲 稍微加点劲 自个儿命就没了 人家西方夏渔城手下留着多大的情啊 老侠渔城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道爷呀 好结实的身子板啊 佩服佩服 啊 承让承让 司马静如在旁边 脸可挂不住了 他明白 凭自己的功夫 要跟西方夏渔城相比 那是天壤之别 他过去动手 叫什么呀 叫困兽游道啊 没办法过去吧 于老侠客 无良佛 善哉善哉 你不愧是物林豪杰呀 话应前言啊 一合为走 我二弟就败败了 拼到司马静秀 搬门弄斧 当场讨教 蹭 纵身行过来了 伸手抽出 冰铁双绝 左右一分 就站在老侠渔城的面前 西方侠渔城 一拖银然 道爷呀 你也要试试吗 万生斗胆了 司马静秀 左手掘一晃 右手掘 博草寻舌 啪 带着风声 就奔着老侠的 左怀子鼓扫来了 老侠轻轻一迈步 躲过去 司马静秀 双绝 啪 流星赶月 奔老侠的顶梁 望下就砸 老侠可跨步闪身 司马静秀 紫燕 分云式 左手掘 横着 就奔太阳穴 打来了 老侠可心说 你打我太阳穴 马上 吞头一躲 司马静秀 收拾一站 无量佛 怎么我跟您动手 您还不还手 哈哈哈哈 让你二弟三招 相礼相亲的 道爷爷 咱们两个也不例外呀 也让你三下 这叫不偏不相 请道爷进招吧 司马静秀 心中有气呀 老侠可 拼到 又见了 双绝 刷底下 金龙吐续 直奔于老侠的两只眼 老侠瞪眼观球 这绝就到了 要搁别人就躲不了了 只见于老侠猛的望下 一矮身 右脚踏中宫 左手望上一封 右手力拖千斤 正是司马静秀的小妇 砰 就把司马静秀 给拖起五尺来呀 望下咱们一摔 哭吐 这事摔得可够强 老侠于成一拖着 胡须瞧着 这时候 七星山的二寨主 断骨柱受不了了 飞身形蹭蹦过来 一堆手中的三截棍 喰 哗 脑后摘尽 照着于老侠的后脑海就砸 西方侠于成生气呀 心说好小贼 暗算我老头子 老侠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他连瞧都没瞧 听风便雾 知道这棍到了 老侠可虎坐坡 一刀腰 左脚倒踢紫金棍 扑通 愣给这二寨主 断锅柱踢出一料管去 大寨主 断锅计 恼笑成怒 回手一拉三截棍 众外朋友 咱们一多为上吧 一起上吧 啥呀 这老头子太可恶了 要他的相上人头 好几百口子的 有七星山的楼楼兵 还有七星山二寨主 他们请了不少的 陆林当中的朋友 望上一围 喊沙连天 啪朗朗朗朗 罗声一响 震动四叶呀 老侠可也气坏了 晾出自己的 激爪铁子状 还穿的 看见没有 啊 大家 亮军人 张芳一伸手 就把吕祖锥抽出来 左手一滴了陈道场 把他滴了起来了 哈哈 我才搞陈上啊 上 老少群雄各量军人 马上要发生一场凶杀恶战 就在这个时候 北边有人高念佛号 那麽阿弥陀佛 哗朗朗朗 边魂三强 大家伙众中目观瞧 这个大和尚 正是金鸡好斗双刚掌赤胆侠 大和尚惠宾 惠宾手持十三件墨语古边 后边呢 跟着是他哥哥大爷方奎方伯林 惠宾这大和尚宝兵一举 啪 哇 喽喽喽喽喽 就如同虎荡羊群一边 是边起边落 打着七星山这些人哪 瞭不得了 赶紧跑啊 太厉害了 大和尚 插那尖血肉横飞 大和尚惠宾如入无人之境 打得那些贼 跑得慢点的呀 好家伙 连事都没叫出来 跑得快点的 喊他快跑吧 跑慢了就没命了 爹妈干嘛给两条腿呀 这段小节目叫单边解围 老侠石金生看见了 大和尚惠宾 他哥哥方伯林 我的好兄弟呀 老侠石金生高声含嚷 惠宾贤弟呀 疯儿弟呀 义兄有话跟你们说 没想到大和尚惠宾听见 石金生叫他了 惠宾连头都不回 蹭蹭蹭蹭 一边追赶敌人 一边往前走 石金生叫叫大爷呀 兄弟 没想到大爷方魁方伯林 一边走一边回头 冲着老侠客爷 石金生一作爷 哥哥呀 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吧 众外众外 谢罪谢罪了 这哥俩呀 扬长而去 石金生再想叫方家弟兄 慧宾走得那快呀 石金生挺纳闷啊 为什么我有话跟他们说 他们也知道 怎么就不理我呢 这时候 所有的贼差不多都跑光了 七星山的兵也漫散了 西山口灯球火把 量子游松 照应如同伯咒 谁来了 太原府总镇武镜 带着二百名官兵 两个班头 陈龙贺虎 赶到了七星山 陈龙贺虎 一左一右 陪着吴总镇过来 面见 同林这些老少群侠 彼此失礼 咱们输就不说废话了 同林同海川 让他们赶紧派人救火 掩埋尸体 打扫战场 直到天光大亮了 七星山的事 差不多全都弄完了 所有的不动产 完全查封 断国机 断国柱 全家 逝生 逝死 下落不明 就不得而知了 西方下虞成 就跟同林说 海川哪 派几个人在这看着 咱们回去吧 大人可正盼着咱们呢 好吧 海川 就让吴总镇 派人看守七星山 然后呢 跟着武镜 带着官兵 老少群侠 压着贼人 回转太原府 就把陈道长 交给太原府 勘押收监了 老少英雄 侠箭 到了拆官房 同林 马上传下话来 准备洗脸水 漱口水 茶水 点信 大家伙 在这 洗脸漱口 同林呢 就来到上方 面见 钦差大人 年庚瑶 年庚瑶正着急呢 看海川进来了 没等海川实理 海川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金牌得回来没有 海川给年庚瑶请安 然后把事情原原本本 说清楚了 把真家两面金牌 望上一地 那呀 把真金牌 供上吧 然后 年庚瑶 就把这假金牌 收起来了 海川啊 有请老少群兄 海川 到了拆官房 把所有的人 全都请到 年钦差大人的屋中 大家给年庚瑶十里 年庚瑶 给大家道谢 输就不稀妙了 年庚瑶 看着司徒朗 司徒朗一声 我可得 当给你道声谢呀 哎呦 年大人哪 可不敢不敢 年庚瑶 要看了看 大蚕豆脑袋 病态碎张帮 少下课 你愿意不愿意 跟随本亲命 为国家销利呀 那张芳是求之不得的 张芳单腿打签 望低成一跪 我愿意请大人栽培 在您的麾下当差 好啊好啊 不错 年庚瑶 是连连点头 海川呢 你陪着众位去休息吧 摆上酒席 陪老哥几个喝点酒 我呢 因为有公事 就不奉陪了 海川呢 就陪着大家伙 休息吃饭 咱不说 年庚瑶 借着机会 就办了几件事 第一件 让杨师爷写折本 奏鸣当今万岁 保健司徒朗 跟张芳 为随行委员 帮办居务 第二件事 马上派人到西丰寺 面见秋缠致谢 不失文银一百两 然后呢 又派人到河头园观笛庙 面见陛霞致谢 也不失文银一百两 第三件事 赠原化韩景和两位 狭义可封的贬额一块 第四件事呢 是赠给耿文耿武 保证一方的贬额一块 让知府刘成 从大牢里提出梁妙兴 还有董玉 马上出展 第五件事 让刘成粘贴榜文 招募百姓 进七星山开墾 然后呢 年庚瑶 又恭请西方侠于成 石金生石老侠 石宝奎石老侠 上亿红熏老侠 顶力帮助 同林同海川 于老侠乐了 大人哪 我们大家跟海川 都是默逆之交 同生死共还难 谈不到什么帮助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各自收拾收拾 安置安置 大家呢 谁有功夫 谁跟着去 您看好不好啊 好吧 好啊 我您更有 谢过众位 石金生老侠 可疑抱拳 大人 草民的大弟子雷信 不知要回家了 我们在家中 等他几天 一同到公馆 效力 请大人您放心 就这样 于成于栋 还先告辞 原话 韩先长 还有后来来到公馆 道谢的 耿文耿武 都告辞回家了 石宝奎上亿呢 已然跟同林见了面了 跟海川 是亲家了 也告辞了 海川带着小门弟子 跟哥哥司徒朗 是一一相索 并抬催张芳 就把海埔公文 交给了刘知府 府台大人刘成 派了四十名官兵 把陈道长压上囚车 压陈道长奔镇江 张芳马上给父亲母亲 写了一封家信 让他们一块带去 陈道长这个银贼 作恶多端 等到了镇江府衙 一问 他就服了 不服行吗 所以知府呢 就把陈道长给剐了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铁扇先张鼎张子美 接到儿子并抬碎 张峰的信 老两口子高兴了 张峰的母亲 数了着张鼎 我说老头子 儿子怎么样啊 不错呀 你总算说出不错来了 咱们说回头 再说钦柴大人年更有 因为丢失金牌 已然在太原府 耽搁着日期了 所以马上传下话去 明日无骨起身 海川呢 这一宿都没闲着准备一切 把年钦柴的大教准备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大人准备动身了 吴总兵刘知府 率领合成的官员 前来恭送钦柴大人 年更遥就勉励了流程几句 这才生叫 苍朗朗朗 开道罗一响 年更遥离开了太原 出南门按官道走 走平遥走 红洞 渡蒲板京 渡过黄河 就进入了陕西地界 一路上是官街官送 咱们说书是有事则长 无事则短 年钦柴大人 经过咸阳浮风 旺西就来到了凤祥府 同林司徒朗 跟这几个小门弟子 昼夜小心 因为再往南可都是大山了 离四川近了 离四川近了 就离剑山蓬莱岛不远了 这也就说明危险就更大了 年钦柴大教来到了凤祥府的十里接官厅 凤祥之府刘汉生 还有总镇彭英龙 带着合成的举剑声员 在这迎接钦柴 这位刘汉生是科家出身 满腹的经伦 是个干才 彭总镇的是个武科出身 马上布下 功夫也不错 一文一武带着合成的举剑声员 在这递手本 迎接钦柴大人 大教指住了 钦柴大人 年耕摇在教内一看 鬼府 卑职才 合成官员都到了 回禀亲命 都在这伺候着老亲命 好啊 公管打在何处 并大人 就在东门里 既然如此 小玉所有官员各自回府 免参免见 你头前带路 刘汉生说了一声 悲止尊命 然后站起来 鲁斯将任等班安上马 在头前引路 钦柴大人 这些人就来到了奉祥府的东门里 这公馆呢 是一座大壳店临时改的 游时益心 在门端上贴着大包子 查办四川钦柴大人 年公馆 上下两头呢 贴着大赤巾 悬灯 结彩 愁调飞舞 成手营的兵呢 排班战力 戒备森严 钦柴大人的亲兵小队一到 立刻就换了岗了 宁耕摇 大交往里抬 到了三道院子 北上房 大交落平了 三座黄亭子 停稳了 年庚瑶吓了大叫 上纸金牌上方剑 摆放中厅 年庚瑶没有更晃官府 就带着老少群雄 拜三宝参加了 参完假之后 年庚瑶坐在旁边 年庚瑶来到奉祥府 要遭大难 到底遭什么难 下回再说 一会儿 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 见到 江飞 了 感谢观看